大家好 我是李唐 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这一讲开始就给大家讲 Blender 2.8的WebPort的视窗预览 WebPort 2.8版本的视窗 进行了底层重构 也就换句话说 Blender 2.8相当于就是一个全新的软件 从最底层的OpenGL就全部改了 包括API 这块具体我不给大家阐述 我们看一下Blender 2.8的WebPort 它到底有哪些内容 我们看一下着色器 大家也不用管这个 我大概给大家念一下 Shade着色器 它分为了Flat扁平的 还有一个Studio Lite 就是模拟比较好HDR照明的 那么还有一个MateCab 那这个是Blender当中 比较独有的一个快速的设置 场上映意雕刻 什么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Color Mode 就是在市场当中 这个颜色 可以根据材质 也可以随机 可以根据贴图 来 那么待会儿会给大家讲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扩展的设置 你比如说这个Shadow 外边框 包括X-Rail透视关系 然后还有这个 Outline 选择 还有这个高光 还有体积的预览 还有这个LookDeep 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通常情况只有做影视的时候才有这个LookDeep 就是它其实全称应该是LookDevelopment LookDevelopment 就是叫开发预览 那这块其实实际上核心就是EV了 就是EV渲染器 但是EV渲染器现在跟Sycle是共用一套材质 所以基本上大家学这个Sycle 完了基本上就很好去过渡到EV当中 还有一个是Ovelize 混叠 我们叫这个 那么它的概念就是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Shade的基础上面 你比如说有线框 啊等等的这些 待会我就给大家演示 OK 那我们看一下更新的内容还是挺多的 我们打开这个Blend的文件 我们看一下显然的这个时候 在Blend的2.8当中 这就相当于大概打开了一个游戏一样的 那么我呢饼干呢一直追求都是比较新的一些概念和理念啊 这符合饼干的教学理念 那么时时渲染呢在Blend当中实际上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 说到时时渲染比如说这个Max 是Maya里面有了这个阿诺德 包括威蕊有了这个RT版本啊 包括CCD最近的这个 R20版本啊也有了这个节点材质 包括Cycle咱们Blend当中的这个Cycle 有一个Cycle是4D啊 那也是到Blend当中这个CCD当中 也就是说实时渲染器 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要普及了 OK那么在所有的主流三文软件开始 进入到实时渲染的 其实说白了还并不是真正的实时渲染 而是一个叫我们叫半离线式渲染 也就是试图预览的时候是实时的 渲染的时候呢 还需要离线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Blend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构思这个 真正的实时渲染 那目前来说呢 比说Maya呢 前几年已经推出了这个Weeport2.0 那也是基于PBR的这种概念啊 试图预览也不错 相关的这个CCD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预览 不管怎么说呢 我觉得Blend当中的基于一伪的这个Weeport啊 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强悍的 Blend小而惊啊 那这几年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确实还是依然是走到了前面 那我们说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视图啊 这个因为做了底层的重构啊 整个呃软件呢 就跟2.79这些版本就完全不兼容了 所以呢 呃这也是为什么Blend的 呃饼干一直等Blend的2.8正式版发布 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 我们实在是等不及了 因为我们呃去年等了一年 今年也是呃 说是2018年的六七月份发布啊 一直到19年来没有发布 呃那我相信19年肯定正式版是会给大家发布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做了很多的测试 我做了大量的测试啊 呃从最初的一些简单的效果啊 到现在呃 它的效果可以说是跟cycle有的一瓶了啊 渲染时间呢也是非常快啊 那不管你把这个仕途作为哪一种工作流程啊 我相信 呃Blend的地位啊 在三维网间里面的呃这个地位或者说是应用会越来越广啊 那我们也正好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在做这个 OK那么主要就是这几块了 大家看到了吧 就是刚才他更新的就是这几块 那么这几块呢 我会给大家去着重的去讲解 你比如说现况模式啊 这个 就是单色的cell的模式显示方式 那么还有材质方式 这个呢就是呃 就是这个开发预览啊 那么就是通过一个HD来照明的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渲染最终渲染预览模式 那么我们退出全屏 那么这个最后一个渲染模式呢 在2.79是shapez啊 但是在2.8里面呢 他已经改了那改了这些快捷键呢 到时候我会呃给大家再呃跟2.79一起对比的 给大家讲 主要我们讲这个试图渲染 那么就显示最终渲染效果的 那么它是跟渲染器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跟渲染器有关 那么你不同的渲染器 那么试图的呈现的方式啊 也是有所不同的啊 ok 那么这些东西呢 大家看上去好像没有多少东西 其实还蛮复杂 我觉得该改动还是非常大的 尤其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呢 这个Blender的vport 肯定大家会非常喜欢啊 ok 那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大概啊 就是大家了解这个vport